崔永元,范冰冰在哪呢?巴黎岛被记者围堵。网友,因地震婚礼延期。 目前的两大热点,张新宇,和杰领政,里晨范冰冰结婚,前者都知道是真的,后者却是留言不少。而范冰冰一世,网友也是被加关注,两人还会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吗? 前段时间,范冰冰里晨的婚礼就是被一个叫龙凤魔术师的人公布的,说两个人的婚礼将会在8月8日的巴黎岛举行,但是8日已经过去了,安静的巴黎岛却是被记者所围堵。大婚的消息不攻自破。 紧接着,崔永元在微博喊话,范冰冰你在哪里?记者赶去了巴黎岛,除了鱼儿虾米什么都没有。赶紧挥话,现场记者急!急!急! 还配上了巴黎岛安静的风景照,貌似是嘲讽吧? 而令人出乎意料的是,魔术师并未收手,接下来的消息更加劲爆,说两人已降领证,还将范冰冰姨妈作为证人。 而对于8日的婚礼,魔术师给出的解释是,因巴黎岛地震,婚礼暂时取消。 范冰冰姨妈妈则要求其删掉微博,以免影响范冰冰的形象。 谣言却是指于经常微博,官方微博表示李晨目前在美国拍戏,而且是封闭式的,根本没办法回国,拍完戏也是失分了。 小编认为李晨这样做可能是想暂避风头吧,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范冰冰销声匿迹两个月的时间,李晨并没有发生的原因了吧。 对于这件事,你们怎么看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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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